9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8月份分年龄组的失业率数据 8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率失业率为18.8% 比上月上升了1.7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上升且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大家注意到这个失业率数据是不包含在校生的 16到24岁的年轻人有大把的人是在中学读书 在大学读书甚至在工读研究生 也就是说这个年龄段有很多人根本是没有就业需求的 但是有就业需求那一些他们的失业率接近20% 尤其是哪怕这个数字在过去几个月屡创新高 还有很多人说实际的失业率数量比这个数字还要高 为什么实际上有很大一批人 现在根本就没敢出来找工作 或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逃避找工作 什么叫逃避找工作呢 我们知道这两年以来考证很热 有很多高校毕业生热衷于考编 考公务员考研究生甚至考教师资格证 为什么某种意义上讲去考试也可以延缓就业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最近的就业形势真的是很严重 在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题材中 我们看到了中年失业 我们此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聊过 中年失业相对而言确实更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中年人是家中的顶梁柱 35岁40岁45岁的中年人 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一单失业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垮了 尤其是对于大把在职场打拼了 10年20年的中年人来讲 一方面他们的知识可能已经落伍了 他们的技能可能不如年轻人 甚至他们体力上也大不如前 无法支撑996加班 无法和年轻人抗衡 所以对于很多中年人来讲 一单失业如果想再找到和以往一样的工作 拥有和以往相同的社会地位 那是千难万难的 所以我们经常戏程 说中年人一单失业就只能去找吉祥三宝了 所以中年人失业更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我们要防止因为个人失业而使得整个家庭一瞬间阶层滑落 但另一方面其实年轻人失业这个风险也很大 这两年以来多重因素叠加 使得年轻人找工作越来越难 一方面我们知道每一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都在不断增长 从900多万到1100多万到12300万 虽然整体上看这两年以来我们出生人口不断减少 导致我们整体人口数量都在下降 甚至很多人说幼儿园小学已经开始关停兵转了 未来很多中学大学都搬不下去了 但那毕竟是十几年之后的事儿 而这两年毕业的高校学生刚好赶上了人口高峰 所以几乎每一年都是史上最难就业季 而另一方面这两年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好 大把的人都匠心裁员 以至于很多企业都没有招聘计划了 所以导致年轻人的就业越来越困难 尤其是最近这两天还有几则读起来让人倍感唏嘘的新闻 一条消息是说故宫博物院招收了一个北大本科毕业生 做什么呢?做保安 当然人家说他们吸收这名北大本科毕业生是进入到故宫的保卫处 不一定是站在门口当保安检票 也可能会做办公室 毕竟未来的安保工作有很多高精尖 但毕竟他就是在保卫处 另一方面呢 还有一个中学招收了一个合同制的勤杂工 说是这个人还是物理学的硕士 当广大网友发出质疑说学历怎么这么不值钱之后呢 人家校方出来解释说 哎呀 我们工作人员录录信息有误 这个学生目前还没有取得硕士学位 他就是一个工的本科毕业生 但本科毕业生到一个中学去做一个合同制的勤杂工 连编制都没有 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学历实在太贬值了呢 当然还有很多天坑的行业 那这几年简直就是从天上坠入到了人间 每一年的毕业季 高校的辅导员 高校的班主任都非常着急本班级的就业率 甚至有些学校为了数据好看啊 还不断鼓励大家赶快去签合同 这一切都说明啊 这两年就业情势确实是非常的严峻 统计局的数字说 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是18.8% 但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 有很多人他真的高校毕业之后 去选择考编制 考公务员 考教师资格证 考研 那么处于这种状态的他们 都不会被失业率统计进来 还有很大一批年轻人啊 他们找了挺长时间的工作 没找到 结果呢 不找了 只要你还没有积极主动的去找工作 你也不会被纳入到失业率的统计中来 所以真实的失业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我们为什么说年轻人的失业 他未来的隐患更大呢 一方面啊 年轻人的失业啊 他短期内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 中年人一旦失业了 收入锐减 经济支柱折断 整个家庭可能阶层迅速滑落 甚至有的人房贷还不起 房子会被银行收走 血本无归 可是年轻人失业呢 相对没有那么危险 因为毕竟 今天大学毕业生的父母都是七零后乃至八零后 他们相对而言呢 家底比较殷实 有多年的积蓄 而且这些学生此前也没有就业过嘛 所以呢 他们已经习惯于被家庭供养 而父母也觉得暂时找不到工作不是个大事 那就在家里考考试吧 甚至你不考试就赖在家里一两年 也没有大问题 所以往往全社会对于年轻人事业不是那么关注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就担心所谓习惯成自然 近些年以来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谈恋爱 不愿意结婚 不愿意生孩子 以至于啊 城市之中的单人家庭数量越来越多 经常有很多人说啊 我一个人单身日子过着挺舒服的 尤其是社会对单身人是越来越友好了 你可以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唱歌 一个人看电影 一个人购物逛街 所以以至于有些年轻人单身时间长了呀 他已经养成了单身的习惯 慢慢已经爱无能了 你让他再去找一个爱人 适应一种双人的生活 他已经觉得不习惯了 就业同样是这样啊 如果一个年轻人 刚一毕业 就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然后长时间的待在家里 慢慢的他也会觉得 这样的生活很惬意 不需要被人管理 不需要朝九晚五 不需要每天紧张忙碌 甚至一来张口 翻来身手 反正有父母的供养 那么真的如果有很多人养成了 不就业的习惯 这也是一种非常大的威胁 以前我们提到日本的时候都会说啊 日本有着上百万的减居族 有的人的减居生活 甚至长达二三十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 确实对于日本普通年轻人来讲啊 找工作就很困难 他们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 一毕业就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所以呢 他们中的一些人 也选择了赖在家里 靠父母供养 甚至慢慢的 这些人连起码的社交能力都退化了 变成了每天待在家里 绝不出门的色恐一族 或者说检局族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习惯成自然 有些人到了四十岁五十岁 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连出门都不太敢 几十年下来 检局族的人数越来越多 日本国内统计可能就有两三百万之重 这对国家来讲当然是一种资源巨大的浪费 对个人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呢 辛辛苦苦都读好了高等教育 然而却一辈子不就业 所以我们要日争避免出现日本这种情况 就是一方面要把我们的经济搞好 要让我们这个社会有大量的就业岗位提供出来 另一方面全社会也都应当关注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 北大本科毕业生选择到故宫当保安 还没有拿到物理学硕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 到中学去做勤杂工 这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在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下行 就业岗位不多的前提下 年轻人得敢于先找到一份工作 就像前几年我们说的那样 得先就业再择业 虽然说对于英界毕业生来讲 你的英界身份很重要 你的第一份工作很重要 但是有工作它就比没有强 因为从象牙塔进入到职场之后 每个人都会得到欲练 都会通过实践的工作 对自己人生进行修炼 反过来讲 如果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 如果眼高手低 如果嫌有些工作过于基础 给的工资太低 或者离家园 或者没有前景 就不择业 不就业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真的担心很多人 养成了不就业的习惯 再想去就业就很难了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也同样告诉我们 高于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也就是说 很多在职场中 已经打拼了几年的年轻人 更珍惜自己的工作 一单事业也更积极主动的去找寻工作 所谓万事开头难 对于刚刚毕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讲 可能现在更需要一些坚韧的态度啊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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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